从今年的1月27号 中庄头区域治理平台正式启动后 跨域合作项目超过20多项 在交通、环保、文化、卫生、观光等领域 确立合作关系并建立多项平台 勇闯中台湾节目正式观光旅游的延伸 盼可为中台湾带来不同层面的旅游思考价值 吸引更多年轻人来访 陈傅县长表示 中台湾有丰富的旅游资源 以往未曾整合行销 所以没有好好的表现 此次借由区域联合治理 首度联手制播旅游节目行销中台湾 在记者会中感受到节目的丰富性 内容共有20集 涵盖了创业文化产业 时尚、社区营造、私密景点 及全国少见的美食等多元领域 我们都了解中台湾其实 有非常丰富的一个旅游资源 不过以往受到轻浮 所以没有好好表现 那目前我们三县市在七治理方面 也做了一个跨一的合作 所以整个活动 我们感受到整个旅游的节目 是非常丰富 那在旅游内容方面 我们了解是包括 创业文化的一个产业 另外时尚的 以及我们受其营造的 还有私密景点的 以及我们一些在中部地区 比较在全国性比较少见到的一些美食 以及其他的文化创业产业方面都非常丰富 所以相当值得我们大家来观赏 那因为9月12号晚上10点就正式要播放 希望乡亲多看看我们中部三县市 在旅游节目里面的品质 以及提供出来的景点还有美食 也可以让大家来体会一下 我们中部地区未来的发展性 勇闯中台湾 是台中市政府首度制播旅游节目 也是中张头区域治理平台 在观光行销领域的具体合作成果 内容展现最新鲜 最有趣 最富有深度 以及中部独家的私房景点 勇闯中台湾节目将于9月12号 在亚洲旅游台 MOD35台首播 首播之后 9月14号起 在中张头 各家有线电视公用频道 第三台 三立都会台 第三十台 以及YouTube等管道 也都可以收看 届时欢迎所有姓名准时收看